中型轰炸机上的重机枪利用阵型能打中截机机,但是效果或者说效费比不划算。 轰炸机上的机枪,W军说只是让轰炸机组的人感觉,在拦截机来的时候能做点什么的心理安慰戏剧,所谓空中堡垒什么的绰号,只是一种以愿和袭击,没有相形阵法。 单靠三机轰炸编队的阵型,等于给战斗机送菜,二战重型轰炸机为保证战略轰炸任务顺利完成,轰炸时基本采用密集编队阵型,加之机动性太差,变换阵型不及时,轰炸机会在起飞升空后编组阵型,之后基本固定不变,得将目标区域飞去。 在P-51出现之前,重型轰炸机的航程太远,是没有空中支援的独立任务机种,因此会配备一些如同地面部队手枪一类的武器自卫,因此,重量范围内会配发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安装在机身周围,以此构建一个空间和距离内的有限防御机制。 但是对比专业执行空战任务的战斗机来说,这些武器都是垃圾,通常情况下,但任拦截任务的截击战机会利用机动性和武器威力远程使用迎头攻击的方式,冲放轰炸机阵型。 戴阵型被分割后再对落单的轰炸机合为射杀,类似于群狼对群羊的战法,面对这样的无护航轰炸边队作战思路出现两个流派,也许派英国和白州组阵派美国,也许派,我不保证精度,夜里悄悄地过去,悄悄地回来,战果,很差,极差。 代表机型,兰开斯特轰炸机暗夜涂装,德兰开斯特轰炸机,作为四发重型轰炸机,兰开斯特配备8挺7.7毫米机枪充当自卫武器,设计者认为因为是夜战使用,所以太强的火力容易暴露自己,仅在机头两挺,机尾四挺,机背两挺设置了旋转机枪,很快被德军发现机腹没有防御,夜间从地下向天上望去, 接着星光背景,或者地面探照灯光,从容地找到轰炸机后直接利用新鞋式机炮狂打一通,兰开斯特轰炸机组,缺心眼的设计师,战后英军统计重型轰炸机大战期间阵亡4万5千名机组人员,加上被俘受伤的人数,兰开斯特轰炸机机腹没有机枪的设计,致使英军损失5万5千人以上,是全部服役人数的, 十二万百分之四十五,欧洲战场上,这个伤亡率仅次于德国潜艇部队的百分之八十,夜袭派完败,白州组阵派,来呀,我工业底子强,装甲后,打落了还能补充,战过,前期没正行直接打脸, 后期发明组队吃鸡情况略有好转,直到出现长腿美女,P513盘,代表机型,B17,B24,B29先不说机枪打战斗机如何,超级防护的B17,曾经易坚实的机体结构, 在战时弹痕雷雷,机翼与尾翼损毁严重的情况下,用一具发动机飞回来,使它成为二战重型轰炸机的代表作, 全身13挺12.7毫米,波朗宁M2重机枪,机头,机尾,机背,机腹,机侧360度全方位无此脚枪位, 美军认为这样的重型轰炸机去敌方上空轰炸没啥大问题,但是德军非常直接地用大机群战法,生生上了一堂教育课, 大批的战斗机正面直接冲击轰炸机群,对轰的结果很明显,专业战斗的一方优势明显,又是直接直解了轰炸机群的轰炸阵型,保卫了地面目标, 这时美军火烧东京的空军四星上将,后来丢炸弹了李梅发明了超级阵型, 箱形编队,利用重型轰炸机火力点多,B17抗揍的特点,命令机组不许采取规避战术动作, 哪怕直接撞机也不能规避,以交错式编队,形成一个类似箱体的结构, 每三机构成箱体上的一点,兼具未战术轰炸的1.5英里,这样使编组内的轰炸机各机枪类,只需向固定方位,射击即可击中战斗机, 典型的军阵设计,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每架轰炸机上的重机枪价值,舰队体系,是每一架攻击轰炸机的战斗机,面临的都是整个编队的交叉火力, W军佩服发明战术战法的人,是用最简便的办法,达到最好的效果,效费比惊人啊, 相形编队后来,B-29合理的将12.7毫米,伯朗宁M2重机枪减为12艇,利用这个战法,赢得了超级堡垒的绰号, 在1945年3月,成功地采用低空投弹技术,飞低了也不怕战斗机骚扰, 由,其实有打火机称号的零战相形编队密集护航飞行踪上, 轰炸机即便有阵型的利用时机在重机枪,发挥出全部的威力,也在射程,威力上弱于执行空战任务的战斗机, 当德军战斗机使用火箭弹,被盗轰炸机上方投掷岩石炸弹等远距武器时, 轰炸机依旧是羊群,毕竟射程的短板始终存在,加之机动性差, 二战中轰炸机始终干不过战斗机,也由于轰炸机的战损超高, 二战中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一般达到25次飞行纪录就允许退役。 中暖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